我和兄弟合伙开了一家广告公司,生意不错,不久前又新婚燕儿,我觉得人生都很圆满,如果不是那天去酒吧,看到妻子在台上跳钢管舞,我大概还不知道自己会陷入到什么陷阱当中去。 那天我的合伙人魏元过生日,他是个花花公子,除了初恋女友之外,就没对谁动过心,他非要去夜店找乐子,我也只能跟着去午夜夜店重金属的音乐,让人震耳欲聋,身着热辣服装的舞者,更是能够调动起男性的荷尔蒙。 我端着酒杯,看着舞台上的表演,也是浑身躁动不安,直到我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 那是一名妙龄女子,身材婀娜多姿,上身只穿了一件性感内衣,下身是超短热裤,她正跟着音乐挑着撩人的舞蹈,引起了现场男士的阵阵欢呼。 有些男人更是大胆地将百元大钞塞进了那女人的裤腰里,我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,因为那个人居然是我的新婚妻子于欣欣,她哇的! 我把手中的酒杯一摔,就往舞台上冲,正好这个时候,一曲音乐结束,舞者纷纷退场,我只能从舞台前面绕到了舞台后面。 冲到后台的时候,舞者们都在急匆匆地换衣服,见到了瞬间尖叫起来。 流氓啊,我这个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,不停地在后台寻找着,我疯狂地想要证明是我眼花了,还是我那个座右师的妻子在骗我。 嘿,哥们,你是来捣乱的吗? 很快保安就来了。 滚开。 我怒道。 保安脸色瞬间就不好了,还掏出了腰间的电棍。 魏元这个时候也赶过来,一把拉住了我,不住地跟酒吧工作人员道歉。 各位,对不住,对不住啊,我兄弟喝多了,喝多了。 魏元连拉带拽地将我带出了酒吧,兄弟,你怎么回事啊? 我好像是见到心心了。 魏元是我的合伙人,也是我和妻子的介绍人,更是我十几年的朋友,我也就没瞒着,不可能吧。 魏元也吃了一惊,心心我认识很多年了,她不可能来这种地方,你是不是眼花看错了? 我不可能,那女人的妆很浓,但是于心心是我同床共枕的人,我坚信自己不可能认错。 兄弟! 魏元拍了拍我的肩膀,你听我一句,这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,你还是回去确认一下吧,别误会了心心,影响夫妻感情。 我还想要反驳,但是转念一想,也有道理,我迫不及待地往回走。 到家的时候,已经是夜离两点了,我大力地打来了门。 就看到客厅亮着一盏小夜灯,桌上还放着一杯蜂蜜水。 这是欣欣的习惯,只要我出去喝酒,她都会给我留灯,留蜂蜜水。 看到这些,我心里的怒火瞬间熄灭了一些,我打开卧室门,心心就躺在床上,她的呼吸平稳,正沉沉地睡着,真的是我看错了。 我鬼使神拆地打开了衣柜,翻看着心心的衣服,确定里面没有任何一件衣服跟夜店扯得上关系。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,看来是我喝多了。 这个时候温热的身体在我身后紧紧地抱着我,你找什么呢? 妻子温柔地亲吻我的耳后,她的身材很好,我感觉到她凹凸有质的身体正在抹扎着我的后背。 我的身体也跟着燥热起来,我回身紧紧地抱着她。 没找什么,身上都是酒味,想换身衣服,怕熏到你。 我的声音有些沙哑,怕什么,你什么样子我没见过。 妻子的手带着淡淡的沐浴露的香味,我知道的她每天睡觉之前都会洗澡,我很喜欢她身上这种干净的味道。 她正在截我的衣服扣子,指尖不时地划过我的胸口。 我们刚刚结婚,正是新婚燕耳的时候,我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撩拨,也顾不上洗澡什么的,就直接将她压在了身下。 妻子也很配合,妻子的温柔和家里的温馨彻底地打破了我的怀疑。 第二天一早,我到了公司,威元还狠狠地嘲笑了我一顿,说我是娶了一个漂亮老婆,就开始疑神疑鬼了。 我只能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,这也不能怪我,那女人跟欣欣长得太像了。 你可别给自己找理由了。 威元将一个文件夹递给我,你也收收心吧,好好干事业,这个可是一个大客户,做红酒生意的。 我们若是拿下了这个客户,保管你年底可以给欣欣换辆车,当时候他肯定会抱着你,好好奖励你一番的。 威元笑得必有深意,这个家伙一直都是这个性子,也不结婚,玩风流,嘴里的话也经常带着黄段子,我也不以为然,只是笑了笑就接下了文件夹。 威元说的这个红酒庄老板含蓄然是真的不好谈,我接触了几次都是杀鱼而归,还喝得鸣鼎大醉,价都找不到了,有一次还是欣欣借我回家的。 那天我吐了一个昏天暗地,欣欣心疼极了,你也不用这么拼,我们够吃够喝的就可以了。 哪能够呢?我得让你过更好的日子。 我这个人有点大男子主义,觉得娶了媳妇就是要放在手心里疼着的。 欣欣红了眼眶,也没有再说什么。 第二天一早,我起来的时候,欣欣已经上班去了,她还提前给我准备了早饭。 虽然胃里还在翻腾着,但是也不愿意辜负欣欣的一番心思,我迷迷糊糊走到餐桌边上,却不小心碰掉了筷子。 我弯腰去捡,却发现,角落里有一只口红,那个位置有点隐蔽。 如果不是我发现,欣欣可能会以为自己丢了。 我费劲地捡起口红,却发现,这个颜色我从来都没有见欣欣涂过。 这个颜色很张扬,不像是日常会涂的那种,倒像是夜店。 这个口红的颜色,倒是跟我在夜店那天看到的那个女人涂得很像。 之前的那股怀疑和猜测,又涌现在我脑海里。 我突然想起来,我和欣欣结婚之后,她带过来一个小箱子。 她之前问过是什么,欣欣说里面都是一些她囤的面膜什么的。 我就没有再问,更没有想着打开过。 我突然冲进了房间,找到了那个箱子,这箱子居然有密码锁。 我忍着暴力拆箱的冲动,努力让自己平复心情。 我总不能用一只口红,就怀疑欣欣欣,说不定这口红是她闺蜜的呢。 我抽了一根烟之后,才将箱子又放回了原来的地方,口红则是被我放在了口袋里。 我想着找个机会再问问清楚。 谁知道那天晚上,欣欣居然给我打了电话,说是闺蜜失恋。 她要陪着闺蜜去外地待两天散心,不回家,让我好好照顾自己。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,心里却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。 快十点的时候,我忍不住给欣欣的闺蜜桃子打了电话,我假装客套了几句,就问道,欣欣在你身边吗? 桃子咯咯地笑起来,老杜,合着你,这是不放心你家欣欣来查岗的呀。 我老脸一红,好在桃子也没有继续为难我,则是将电话给了欣欣,确定欣欣真的跟桃子在一起,我放心了不少。 有些话也不好在电话里说,我嘱咐她要多注意安全,她嘱咐我要多注意身体,就挂了电话。 口红的事情暂时被我放下了,我本以为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插曲,谁知道,我居然会在在韩旭然的酒庄里面看到了欣欣。 这一次我确定我不会看错,我本来是想邀约韩旭然去公司的,但是韩旭然却说在酒庄请了客人,出不去,我若是有兴趣,可以直接去找他,也可以给我介绍几个朋友认识,这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了。 我自然不会拒绝,我到酒庄的时候,韩旭然就搭着我的肩膀,杜老弟,你今天算是来着了。 我跟你说啊,我为了给我的朋友们助兴,还特意请了一位跳舞的,据说他那个舞跳的啊,是骚气满满啊,绝对让你春心荡漾。 光是看韩旭然身边那些人的猥琐笑脸,我也知道他们可不单单是看舞蹈的,我不喜欢这些事情,却也不会扫了他们的兴致,也洋装一副兴奋的模样道,那我就托韩总的福,开开眼界了啦。 好说好说,韩旭然让人开了酒,然后又拍了拍手,很快包间里面就有人拿了一根钢管粒在台山,这是要跳钢管舞啊。 的确是个会让男人热血沸腾的舞种。 等到舞者出来的时候,我脸上的笑容就挂不住了,这他妈的不就是欣欣吗? 今天他穿得不像夜店那天那么夸张,但是也穿了一身超短的低胸连衣裙,那裙子的长度根本就不用跳舞,随便走两步就能露底裤。 欣欣显然也看到我了,她的目光有些闪躲,音乐响起来了,也没开始跳。 干什么呢? 我请你来演杆子的吗? 韩旭然不悦地道。 欣欣这才跳起来,她很快就用腿勾住了钢管,身体柔软地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。 她那身短裙,也不除我所料地露出了她白皙的肌肤,我的身子紧紧地绷着,要不是因为韩旭然还坐在一旁,我绝对会立刻带着欣欣离开。 大概是感受到了我如火一般的目光,欣欣的动作也收敛了一些。 韩哥,这个妞骚跳得不够骚啊,是不是不给你面子啊? 旁边有人起哄,韩旭然的脸色瞬间就变了,她摔了手中的酒杯。 你是他妈的来耍我的吗? 欣欣的身子一抖,整个人都从钢管上摔了下来,韩旭然见状就更加恼火了。 她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,一把拉起了欣欣,狠狠一个巴掌打过去。 我操,这个时候我还能忍住,我也就不是个爷们啊。 很快我就和韩旭然扭打在了一起,结果我们都进了警局。 韩旭然没过多久,就被自己的律师带走了。 她临走之前,还指了指我和欣欣,行啊,跟我玩仙人跳,是不是? 你们给我等着啊。 欣欣就坐在我的旁边,不停地抽气着,我却第一次觉得身边的人陌生的,我好像是从来都没有见过一样。 回头想一想,我们两个认识了半年就结婚了,结婚之前我也只见过她父母一面, 还是在结婚之前,我对欣欣的了解,除了她的工作和她老家城市之外,一无所有。 魏远很快也来了警局,办好了手续之后,还把我们送回了家,你们两个好好地聊一聊。 没什么事情说不开的。 我一言不发地进了屋,背对是一心心,当初魏远介绍你给我,说你心底善良,比现在很多姑娘都干净,我信了。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,我二话不说,就听了魏远的话,给了你家三十八万八的彩礼,我他妈的就是想要和你好好过日子,就是想要娶你,现在呢。 欣欣拉着我的手,老公,你听我解释好不好? 好,你解释。 我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,我是对你不好吗?还是少了你的吃喝,犯得着让你出去卖肉? 我没有,没有。 我冷笑了一声,你没有是因为我今天在场吧? 我他妈的是个男人,我很清楚,在那样的私人酒庄里面,一个挑着钢管舞的女人,最后会是什么下场? 本来这种事情,我听别人说起的时候,也就是羡慕地笑笑,感叹有钱是真好。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,有一天,这种事情居然会发生在我老婆的身上。 在夜店那天,台上的人也是你吧? 回想之前总总,我觉得我自己就像是一个傻子,被耍得团团转。 老公,离婚吧。 我沉重地吐出了几个字。 老公,我说离婚,你他妈的是听不懂人话是不是? 我猛地站起身来,甩开了欣欣的手臂。 我不能想象欣欣背着我还干了什么事情,我甚至不清楚我的脑袋上面还有多少顶绿帽子,这样的婚姻自然不能再维持下去。 不行,我们我不能离婚。 欣欣摇着头。 再次扑到我身边,老公你相信我吧,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,我真的没有,我是逼不得已啊。 逼不得已地去卖肉。 我心里烦躁得厉害,看着欣欣的眼睛我更是觉得心烦意乱,我干脆抓起了外套就出了家门。 我没有开车,就那么走着,我和欣欣从认识之后到现在的每一件事情,就好像是电影画面一样的从我脑海里面闪过。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电话响了,这个时候我谁的电话都不想接,但是电话却坚持不懈地响着,我不耐烦地接起电话。 老杜,你跑哪里去了,欣欣进医院了。 魏元急切地道,什么? 我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医院,好不容易找到了欣欣所在的病房,就见她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。 我的脑袋乱糟糟的,你们两个到底在搞什么,人都住进医院来了。 魏元将咽血报告交给我,语气有些不善,欣欣已经怀孕两个月了。 发生天大的事情,你就不知道让着她一点吗?你说什么? 我瞪大了眼睛。 欣欣怀孕了,你要当爸爸了。 魏元一字一句地说道, 我若是在今天之前听到这个话,我一定会高兴得像个傻逼一样,在原地转圈圈,但是现在怀孕两个字,就好像是一颗炸弹在我的脑子里面炸开了。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,我还在跟欣欣说离婚,而她现在怀孕了。 魏元! 这一天,我的经历就好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,我的嗓子都有些发紧,你告诉我,欣欣,她以前究竟是做什么的。 老杜,你怎么回事? 魏元皱着眉头。 我摇了摇头,我突然觉得,我好像不认识欣欣了。 魏元拍了拍我的肩膀, 兄弟,我跟你说句实话,这两口子过日子,磕磕绊绊是正常的,说到底,今天欣欣只是被叫去跳舞的,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,你也想想自己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。 至于欣欣,她是个好姑娘,我用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,跟你保证。 老公,是欣欣醒了。 魏元转过身,看了一眼欣欣,什么也没说,转身出了病房。 欣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,我的心在那一瞬间都就痛了一下,嗨嗨,欣欣也不知道怎么的突然渴起来。 我听得心里难受,就为她倒了一杯水,水杯递到欣欣面前的时候,她没有接过水杯,反倒是握住了我的手,你还是关心我的对不对,我本能的是想要抽回手。 但是欣欣接下来的话,让我吃了一惊,我是因为你才去找韩旭然的。 欣欣带着哭腔道,什么? 我的眼睛瞪得大大的。 最近你的心情不好,我就找了魏元,她说你正在和韩旭然谈生意,进行的不是很顺利,所以我就突然打听了一下她的喜好。 我,欣欣低着头,我听说她喜欢漂亮的姑娘,还喜欢吹牛,我就想着可以利用她跟人吹嘘的时候,哄着她签下你的订单,我没有想到,我没有想到也会在场。 我被这个解释气乐了,我如果不在场,你以为你还可以全身而退吗? 那是什么地方?那些个男人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,就算是他们强要了你,事后也会处理得干干净净的,就是报警都没有用。 我低声吼道,我知道错了,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傻事了,老公,你就原谅我吧。 欣欣拉着我的手,满眼都是祈求。 你在夜店跳舞,又是怎么回事? 我问道。 我从小学跳舞,那天是朋友找我帮忙顶一下。 欣欣解释着。 我看着欣欣,她的解释好像都能说得通,但是我心里却总觉得哪里不对,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,让我整个人都变得疑神疑鬼起来。 这个时候,欣欣的电话响了起来,我伸头看过去,是我妈的电话。 欣欣接起电话,妈。 欣欣啊,你们是怎么回事啊? 我怎么听卫元说,你和小杜吵架了,还闹到医院去了? 我坐在旁边,都能听到我妈担心的声音。 我想抢过电话,随便敷衍我妈几句,却听到欣欣吸了吸鼻子,镇定地说道, 妈,你别担心,是卫元说得太夸张了。 那到底怎么回事? 怎么进了医院,我听着声音,是哭过了吗? 是哭过了? 欣欣摸了摸自己的肚子,我是高兴哭的。 妈,我怀孕了,你要有大孙子了。 真的吗? 我妈兴奋的声音从电话的那一头传过来。 我心头一酸,五年前,我爸因为车祸就去世了,之后,我妈就一直念叨着,说我爸最大的遗憾,就是没有见到我娶妻生子。 在我结婚的时候,我妈哭得像个累人一样,她拉着欣欣的手,不停地说着,要尽快怀个孩子,然后到我爸的坟前去看看。 说起来也是我不孝,这么多年,自己在外面打拼,没顾得上他们二老。 这个时候,欣欣握住了我的手,她看着我,但是话却是对施我妈说的。 妈,过段日子,等孩子稳当了,我和老公就去接你过来,我们一起生活吧。 这感情好,好啊,好啊。 我震惊地看着欣欣,后来我妈说了什么,我也没有听进去,左右不过是让欣欣多注意身体什么的。 老公,我知道我瞒着你一些事情,是我的不对,但是我是真心想要跟你过日子的。 你能不能看在孩子的面子上,原谅我一次,以后我们,孩子,还有妈一起好好过日子好不好。 我不得不承认,欣欣的话很有说服力,孩子和我妈让我不得不放下心里的那些憋们。 从那天开始,我只字不提欣欣跳舞的事情,欣欣干脆辞了工作,在家安心养胎。 只要我在家的时候,她总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电话放在我的面前。 我不在家的时候,她也会时不时地就给我发视频电话,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。 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欣欣的讨好,我的日子比以前过得更加舒坦了,不得不说欣欣的做法取悦了我。 家庭生活是舒坦了,但是我的工作却是一团糟。 不但含蓄然的生意泡汤了,我还接连损失了几个大单子,还都是甲方突然打电话来解约,我忙得晕头转向。 后来查清楚之后,才知道,是含蓄然在背后抹黑我,还说我和欣欣玩仙人跳,搞得行业内的很多人都不信任我。 最重要的是,公司里面的员工都对我怨声载道。 我是哑巴吃黄连,有苦说不出。 好在卫元一直很帮我,还主动地帮我承担了很多的事情,我也把我手里的很多案子都交给了卫元,我则是每天晚上都求爷爷告奶奶的陪甲方爸爸吃饭喝酒,就是希望可以挽回公司的损失。 直到有一天,一位跟我交情不错的老大哥,勾着我的肩膀说道,老弟啊,别说老哥我没有提醒你,有些时候,眼睛得放亮一些,身边有些人看着使人,其实他是鬼。 哥呀,你是不是喝多了? 我跟着陪笑,老弟现在可没功夫管什么人啊,鬼呀的,我现在只希望可以多一些生意。 那位老哥笑着摇了摇头,你不信我? 信,怎么能不信? 老哥听出了我的言语之中的敷衍,然后给我倒了一杯酒,兄弟,如果你信我,你喝了这杯酒,然后回你的公司看看。 公司,我心想着,这老大哥是真的喝多了吧,这深更半夜的回公司干什么? 还不如陪哥你喝酒呢? 那位大哥却神秘地笑了笑,公司安静,你可以坐下来,好好地想一想,你都失去了一些什么,然后再好好地想一想,你是从什么时候失去这些东西的。 不知道为什么,我的心里突然咯噔的一下,哥,你是不是知道什么? 那位老大哥却什么都不肯说了。 这个时候,我也没有什么心情喝酒了,随便找了一个借口,就离开了酒局,出了酒店,我晃了晃脑袋,刚才那个老哥的话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转悠着。 等我到了公司的时候,我才自嘲地摇了摇头,我是真的他妈的傻了,我怎么还真听一个酒鬼的话,回公司了? 这个时候,我应该回家去陪陪欣欣才是。 我刚转身要走,就听到了欣欣的声音,这个时候,我怎么可能会在公司听到欣欣的声音,我真的是喝多了,我坐不下去了。 这一次我很确定是欣欣的声音,我看着办公室,只有最里面的灯还亮着,那是魏元的办公室。 欣欣在魏元的办公室,我晃悠悠地走过去,站在魏元的办公室门外,我看到欣欣就坐在沙发上,眼睛红红的,你不要逼我了。 我真的不做了。 魏元用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冰冷的声音说道,你不做了。 你拿我钱的时候怎么不说,你不做了。 你拿着那高额彩礼的时候,怎么不说你不做了? 你可别忘了,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。 什么钱,什么彩礼,也不知道是因为喝了太多的酒,还是因为他们的话,我的脑袋疼得厉害。 那些钱我可以退给你,你当初找到我,只不过是因为想要将我老公从公司踢出去, 现在他手上的案子基本上都在你手里了,公司的人也都不信任他了,你的目的达到了,你可以放过他了吗? 欣欣的话,就好像是一道惊为劈了下来,我的手紧紧地扣住了门外的花盆,才让自己保持冷静,没有直接冲进去。 老公,魏元上下打量着欣欣,你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干干净净的欣欣,想要跟老杜好好过日子了? 魏元走到了欣欣的身边,他掐住了欣欣的下巴,你是不是忘了,你是一个在夜店跳燕舞,逗人乐呵的女人了? 怀孕了,心思就变了,魏元贴着欣欣的耳朵,你能确定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吗? 这个时候你想抽身,想得美。 办公室里面的对话还在进行,但是我他妈的是一句都听不进去了,我在还能控制自己的时候快速地离开了公司。 我操,我操,我跑出了好远,才像发疯似的猛踹着路边的一个垃圾桶,踹得我的脚趾头都出血了。 我才停下来,我也顾不得周围有多少的人在看着我,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魏元给我介绍欣欣欣时,拍着胸脯保证她是个好姑娘,我一定会喜欢。 我当然会喜欢,因为这从头到尾就他妈的是一个局。 我拿魏元当兄弟,我的喜好,我都会跟魏元分享,他就给我量身打造了一个绅士清白,工作稳定的好媳妇。 怪不得欣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让我神魂颠倒,回头想一想,夜店的时候,应该就是魏元帮着欣欣逃走的,还有那个韩旭然,应该也是魏元安排欣欣去接近的,为的就是一步一步地将我手里的案子和权力都拿走吧。 被自己的兄弟和女子算计,这酸爽的滋味还真是让我抓心脑干。 那个晚上,我就像是一个疯子一样,发泄着心里的不满,直到天斗快亮了的时候,我才咬着牙让自己清醒起来。 天亮之后,我照常去了公司,魏元依旧和我称兄道弟,老杜,你昨天去哪了,怎么造得这么冷卑? 倒霉,被车撞了,一晚上都在警局了。 我将目光放在自己身上,生怕自己一个没控制住,就直接给魏元一拳。 你没事吧,伤到了吗? 魏元很是关心地拉着我。 我不着痕迹地退了一步,没事,都处理过了。 那你就回去休息吧,公司的事情交给我处理。 行啊,我说,我的电脑撞坏了,把你的笔记本借我用用吧。 啊,魏元明显迟疑了。 怎么?里面藏着片,怕我看啊。 我故作轻松地言语道。 怎么可能,我赶着要出门,你自己去拿吧,密码是二十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三。 好,我知道了。 我送走了魏元,就快速进了他的办公室,看着旁边的那张沙发,我只觉得一阵恶心,我灌了自己一杯凉水,才让自己的视线从沙发上移开。 我找到了魏元的电脑,开机,密码正确。 我刚想带着电脑走,就看到了魏元桌子下面的密码箱,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狂跳着。 这东西,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打开,但是现在我知道,我打开了这个密码箱,就一定可以找到能为自己出气的证据和东西。 我先试了二十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三,但是密码不对。 我又试了魏元的生日,还是不对。 满头大汗,脑子疯狂地旋转着,找寻着可能的密码, 在无意中看到了魏元桌面上放着的一块石头,那是他和初恋女朋友一起在海边捡的。 我记得以前魏元初恋女友过生日,他还傻逼地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折出了一千只许愿星。 我试了魏元初恋女友的生日,打开了。 真他妈的讽刺啊。 魏元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算计我,我却用他曾经对我吐露的真心,打开了他的密码箱。 我没有时间感叹,因为魏元的密码箱里面,居然有很多我签过字的文件,有一些是暗自的转交手续,也有一些是代办委托书,最早的文件居然可以追溯到两年前。 我还发现,魏元准备了两份公司股份的转让书,其中一份甲方的名字是我,乙方的名字就是欣欣。 另外一份的甲方则是欣欣,乙方自然是他魏元。 我可以想象,如果不是我先一步发现了这些阴谋的话,很快魏元就会用一脸无奈的表情,哄天我签下这荒唐的东西,然后再让欣欣把公司给他。 我真的庆幸,昨天我鬼使神差的回来了,我用最快的速度拿走了我想要的东西,然后抱着魏元的电脑离开了。 回到家里的时候,欣欣正坐在沙发上收拾东西。 见到我有些狼狈的样子也是吃了一惊,我随便敷衍了几句,就要回房间。 老公,欣欣叫住我,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去接妈过来吗? 我想我们这几天就去吧,然后在那边多住一段时间,乡下的空气好,也适合我养胎,你说好不好? 我握紧了手,调整好自己的表情才转过身来,你的意思是想要在乡下生活,你不会觉得不方便吗? 不会啊,欣欣摸着肚子,我现在觉得身边有你有孩子,有妈,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就已经很幸福了,其实城市里的生活压力那么大,你又那么累,真的没有必要。 是吗?我笑着问道,那里爸妈呢? 我记得我好像只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见过一次,你若是真的觉得乡下的生活好,不如一起接过去吧,这才叫做整整齐齐吧。 欣欣的目光明显有些闪躲,他们,他们应该是不愿意离开老家的。 欣欣,我盯着欣欣的眼睛,你还有没有事情瞒着我? 不知道为什么,我突然想要再给她一次机会。 怎么突然这么问,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? 欣欣有些慌张,没有,就是觉得我们结婚太匆忙了,我都没有足够地了解你。 我摇了摇头,欣欣依偎在我怀里,用自己柔软的身体蹭着我的胸口,我们可以慢慢了解,我再也不会有什么瞒着你了。 欣欣的身体是火热的,但是我的心却是冰凉的,毕竟和欣欣夫妻一场。 她还忙了孩子,我在刚刚的一瞬间里,还想着,如果孩子是我的,如果欣欣真的不曾背叛我,不再欺骗我,我应该可以试着与她重新来过。 现在,我推开了欣欣,我知道了。 老公,欣欣在身后唤我,但是我却再没有心情演戏。 当天深夜,我再一次拿出了欣欣的那只密码箱,这一次我没有犹豫地撬开了,里面是欣欣的身份信息和一些主要资料,这时候我才知道,她根本就不叫欣欣,而是叫礼杰,而且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。 我坐在地板上,连苦笑都没有力气,但是我却不想轻易放过魏元和欣欣,第二天,我就找到了韩旭然,并且将魏元和欣欣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,而且还拿出了相当一部分的证据。 韩旭然这个人有些背景,而且牙字必报,之前对我就是如此。 我辛苦奋斗了十余年的公司,已经因为魏元的自私毁了大半,我不愿意,也不屑用自己接下来所有的日子。 都用来报复卫元,而且韩旭然也是魏元算计我的一环,我这么做,也算是一报还一报。 韩旭然比我想象当中的更加阴损,她答应了我的请求,却要求我给她提供更多魏元的料,我明白她的报复,可以直接毁了魏元,我有那么一瞬间的犹豫。 韩旭然,如果我这么做,你放心,你是你,魏元是魏元,事情搞清楚了,我自然知道应该找谁去算账。 韩旭然打断了我的话,我听了这话,放心了很多。 这个时候,魏元给我打来了电话,兴奋的情绪一于言表,老杜,最近我们真的是走运了,接连几个大老板找上我们,合同额有上千万。 是吗?我看到韩旭然勾起了嘴角。 不过老杜,有件事情,我很为难,对方因为知道你和韩总的事情,提出了要求,你魏元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为难。 魏元啊魏元,这个时候还不忘记算计我。 我明白的,你准备文件吧,我先把公司都给你,对外你就说我退出了。 真的啊,或许是感觉到了自己的情绪太兴奋,魏元收敛了一些道,老杜,我也不想的,你放心,我们是十几年的兄弟了,我不会害你,挣了多少,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比例分。 等过一段时间,韩总的事情过一过,我再把属于你的那一部分还给你。 行啊,我笑了,兄弟嘛,你让我信你,我就信你。 很快我挂了电话,但是我用更快的速度将含蓄然想要的东西都给了他。 随后,我又联系了公司里面,我手把手带起来的人,用我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他们辞职,并且许诺。 不就之后会再给他们一份新的工作,当然,薪资待遇都会提升。 魏元很快就会发现,公司将有三分之一的人离开。 随后,我就关上了手机,然后用最快的速度,去乡下接上我妈,开启了度假模式,只在家里留下了离婚协议书。 希望欣欣能够识像,在我回来之前,自己离开,老人家单纯但是不傻,也觉得不对,她问了我很多,我只说和欣欣走到头了,心情不好,想让她陪陪我。 我妈心疼我,也没有再多问,只是说可惜了那个孩子。 我只是笑笑,并没有说那个孩子是不是我的还不一定。 而魏元和欣欣的下场,我已经不想知道了。 我一走就是一个月,等我再次开机的时候,我发现魏元给我打了几百个电话,最后是一些恶毒的信息。 我回来以后,才知道魏元自信满满地以为自己得到了大单子。 还兴致勃勃地包下了当地最好的酒店宴会厅,举办了签约仪式。 结果在现场本应该播放的合作理念,被换成了魏元的验照。 听说那个场面可是相验得很,那些照片是什么样子,我当然清楚,因为那些东西就是我交给韩旭然的。 随后,魏元还因为贿赂的罪名,被警察带走调查了。 原来魏元之所以会算计我,是因为他无意之中沾染上了赌博的习惯,输光了钱,就只能想办法再搞钱,我们合作的公司早就已经负债累累,还被魏元用来做了很多的借贷。 魏元很快就被立案调查了,等待他的,将是牢狱之灾,我听说他想尽办法要找我,我不知道他是要忏悔,还是要诅咒我,也不想知道。 用十几年买一个惨痛的教训,已经足够了。 还有一件事情,那就是心心走了,走得干脆,只留下了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。 我走之后,他找过我一段时间,但是很快他就放弃了。 魏元出事,他也没有再出现过。 直到三年之后,我重新开了公司,还和韩旭然形成了一种莫名和谐的生意关系,不过现在的我再也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。 一次,我们在夜店喝酒,韩旭然看着舞台上卖力舞动的美女,兴致勃勃,一只手不停地在大腿上敲打着。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,我只是找了一个理由,离开了卡座。 就在台上的表演人员换场的时候,我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,我有些吃惊,他一如三年前一样,穿着暴露的衣服,跳着诱人的舞蹈。 我有些慌神,旁边夜店的人撞了撞我的肩膀。 怎么,看上了?别瞎说。 我回过神来,点燃了烟,狠狠地抽了一口。 你的眼光是真的好,这个是最好的一个,只是可惜了他不出台,听说他之前嫁过人,还有过孩子,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孩子没了,婚也离了。 身边的人还在说什么,我的目光却落在台上的人身上,他好像也注意到我了,他的舞不断了一下,但是很快就恢复正常了。 看着他一如当年的模样,心里五味沉杂,过了一会,我转身离开了,或许从一开始,我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 这样的结局很好。